感恩節、聖誕節 一向都是香港貿易出口的黃金時期 不過歐洲債務危機不明朗 美國經濟又復甦乏力 歐美市場的訂單情況並不理想 財政司司長增進華預計 第四季出口會下跌 拖低經濟增長 而通脹方面 曾俊華說環球食品價格回順 預料第四季通脹會見頂 所以將全年的整體和基本消費物價通脹預測 調低0.2%至5.2%和5.3% 至於樓市方面 曾俊華說過去針對樓市的措施已經見到成效 樓價有回落 但是他不希望樓市急跌 吳曾俊華又說目前利息偏低 會密切留意樓市會否形成另一個泡沫 香港風貧電視記者胡鑽雯報道 我本身批評 怎麽人批評